女士的品格,安心老公出轨了吗?答案过于明显 女士的品格,安心老公出轨了 小三叫柳青,直面正宫不卑不亢的 公司一只情人强行鼎雷,坚称柳青怀的是自己的孩子 货占太多,安心没信,但也没拆穿 老公最后和安心攤了牌,办理了离婚 安心对付渣男最好的方式就是重新开始活出自我 家人没有给到安心支持,总是坑在安心 一点都不影响安心,变得更强大 有的时候,原生家庭不幸的人会把婚姻当作救命稻草 最后有幸福的,也有不幸福的 安心并不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就他那重男轻女的爸,为了省一点学费,逼他大学换专业 他准备结婚那会儿,他爸更过分,要求他上缴婚前全部工资 同情倒也不至于,一个愿打一个愿挨,安心自己妥协能怪谁 老公拿捏住了安心的软肺,哄得安心当了多年丁客 结果自己出了鬼,搞大了柳青的肚子 安心到公司查岗,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柳青,就是在老公的休息室 一个很懂事的高层,破绽百出的打掩护 柳青一点都不配合,一直在和安心气场碰撞 如果安心老公在,场面一定更有意思 但人可是高段位渣男,不到撕破脸的时候,都会和安心好好的 装也得装出一个好男人的样子 安心听说老公即将破产清算,还准备同甘共苦来着 只能说他这老公如果转行当演员,拿小金人可以期待一下 最后再剧透一句,安心离婚后,一手抓事业 忙里偷闲,还约上了小心肉 渣男老公留给小三不亏